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当地时间星期四 因涉及联邦枪支指控被起诉 这是针对亨特长期调查中 最新和最重要的一步 并可能会对拜登明年寻求连任 造成影响 综合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根据负责这起案件的一名特别检察官 向特拉华州联邦法院提交的起诉书 亨特被指控在2018年10月 购买枪支时对自己的吸毒行为撒谎 同时亨特也因商业交易而受到调查 特别检察官表示 可能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或洛杉矶 对他为按时纳税提出指控 另外对亨特提出的枪支重罪指控 呈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还包括对清罪税务的指控认罪 但在今年7月的法庭听证会上 法官对协议中的不寻常条款提出了质疑 导致协议破裂 亨特的律师洛尔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正如预期的那样 检察官今天提出了指控 这个案件的证据在过去6周内并无变化 但法律却改变了 共和党人对这一过程的不当和党派干预也是如此 此后政治压力不断升级 美国政议院正式启动了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试图将拜登和他儿子亨特的生意联系起来 转移人们对前总统特朗普自己锁处法律困境的注意力 在长达数年的调查中 联邦检察官并未指出拜登本人与此案有关 迄今为止 共和党人也没有发现拜登有任何不当行为的重要证据 白宫也坚称拜登没有参与他儿子的商业事务 你们趁凌